好 现在一起角之副说车 我是角之副 春节后 比亚迪是迅速开打加戈战 秦Plus与驱逐舰05荣耀版是打了先锋 7.98万元的起售价着实让消费者感到心动 我一哥们儿就是当季就订车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没过24小时呢 又比秦Plus DMI荣耀版更适合的车出来了 它就是长安起源A05 起售价只有7.89万元 本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两款车的入门版 售价7.98万元的秦Plus DMI荣耀版55公里领先行 与售价7.89万元的长安起源A0570R版 先从动力上对比 毕竟车是用来开的 都是入门版 秦Plus DMI荣耀版的电机功率为132千瓦 电机扭矩为316牛米 起源A05电机功率为140千瓦 电机扭矩为330牛米 两款车的发动机都是1.5的自吸 最大功率也都是81千瓦 但起源A05发动机的扭矩为143牛米 秦Plus DMI荣耀版则是135牛米 因此在起步超车需要动力阶段的时候 起源A05的脚感会更轻松 更轻盈 更迅速 电池组方面 秦Plus DMI荣耀版的容量为8.32千瓦时 起源A05则是9.07千瓦时 对应的WRTC纯电续航的里程为46公里和53公里 显然纯电行驶状态下 起源A05的续航里程更长 油耗方面上 WRTC混动油耗上 秦Plus DMI荣耀版是4.6升每百公里 起源A05则是4.58升每百公里 也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啊 内饰配置方面上都是入门版车型 秦Plus DMI荣耀版的驾驶者面前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屏 中控屏的尺寸不大 只有10.1英寸 对比之下呢 起源A05仪表屏的尺寸呢 是10.25英寸 中控屏的尺寸更大 达到了13.2英寸 另外呢 秦Plus DMI荣耀版 没有天窗 起源A05是有的 而且呢 还有全车一键车窗升降 全车车窗防加功能 更重要的是呢 秦Plus DMI荣耀版是手动座椅调节 而起源A05的主架呢 则是配有六项电动调节 因此 在舒适性配置上 起源A05是更令人心动的 对于外观设计上呢 两款车没有各自绝对的优势啊 毕竟呢 每个人的审美不一 买自己喜欢的就好 OK 本期呢 就是秦Plus DMI荣耀版 与起源A05入门版的对比 不知呢 两者谁更让你心动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 好 我们下期再见了